叔叔人,一定要找到这个人,他能让你横财不断。 人有时是可以做配角,但是你一定要懂得做配角时的主角。 看穿淡不说穿,很多事情,只要自己心里清楚就好了,没必要说出来。 没有过不去的事情,只有过不去的心情。 把心情变一变,世界就完全不一样。 郁闷的时候,坐下来犒劳犒劳自已,原谅别人也放过自己。 心宽一寸,路宽一丈,生活是季节,不论春夏秋冬,只要适合的心情就是最好的。 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生存。 不甘寂寞也好,甘于寂寞也罢,生活只要适合自己,就是幸福。 与其羡慕他人智慧,不如自己勤奋捕捉,与其羡慕他人优秀,不如自己奋斗不止。 与其羡慕他人坚强,不如自己百炼成刚,与其羡慕他人成功,不如自己厚积勃发。 属属的人,性格非常周全圆融,人也很灵活,反应是非常快的。 他们在机会的面前,能第一时间表现出积极的态度,所以说,无论选择往哪个方向走,多半都会有好结果。 7月下旬,属属人能把之前没有实现的目标,一鼓作气地实现,生意场上做大做强,机遇不小。 而自己还可以得到许多贵人的支持,在顺利的情况下如鱼得水,家大业大,日子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和进步,钱财不缺,生意兴隆。 对于属属人来说,成功易,手功难,这个时候更需要调整好心态,在取得成就的时候要保持谦虚的态度,这样才不至于让自己走下坡路。 生肖属的人,早期,镇子,福德宫有盘根,这颗煞星进犯,因此一部分人出现正财运不太理想化,琐碎连续的境遇,恰巧直到了7月份,开门见喜,福德宫有天喜星岁驾,吉星迎面,机缘一来,不但走桃花运暴增,而且财运连望,日子分外美。 除此之外,生肖属的人,往后面六个月运程和财运,全是一个增长的趋势,市场前景很大,另外要留意,要学好缓解压力,管理情绪,熬得住就出色,挺不住就被淘汰,坚信根据持续闯荡,无需多长时间,财富绵绵不绝地聚集。 鼠像鼠的朋友,有经济头脑,擅长精打细算,在财产方面会逐步富有。 7月下旬,他们容易招财,财运很不错,用智慧求财,能琢磨出求财的洁净。 鼠鼠人看似比较准,脑子精明,总能轻松获得好的财运。 鼠鼠人前段时间过得也不是很舒心,生活中或是工作中,总是接连不断地出现各种倒霉的事情,压力过大,进入7月之后,钞票如雨。 这月开始,富贵多金,多福多运,一顺百顺,鼠像鼠会得后土之力相助,百年一遇的横财就要来了,届时鼠鼠人财运福运进家门,再也不愁赚不到钱了。 老师在这里,特别提醒生消暑的朋友,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机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老师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生消暑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智慧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有一位国学大师说过,在你走大运之前,你起码要经受一段难熬的苦时光。 一位创业的老板,在拥有一定的事业之前,也要如同过街老鼠一样,受到别人的鄙视,自身的处境并不好。 一位公毕客,战毕胜的名将,在扬明天下之前,也要经受非人的磨炼。 不然,他早就被现实淘汰了,哪有机会展现才华呢? 在这个世上,没有无缘无故的幸福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苦难。 要享受,就必须要吃苦。 要幸福,就必须要付出。 有这么一句歌词,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 抬上一分钟,抬下十年功。 吃点苦,不是什么坏事,这是迈向成功的必然条件。 走大运之前,这四种考验会来到你的身边,熬过了,前途就顺了。 一,各种诱惑都会来到你的身边。 有这么一句名言,你能够抵御多少的诱惑,生活就会赋予你多少的回报。 这人世间存在诸多的诱惑。 比如,让你堕落的诱惑,掏空你身体精力的诱惑,让你失去奋斗之心的诱惑,让你万劫不复的诱惑,诱惑特别多,但能够通过诱惑,考验的人,貌似特别少。 所以,能够及时自律,乃至于成就一番事业的人,都是凤毛麟角。 汉高祖刘邦攻破咸阳城,第一次看到如此繁华的秦朝首都,所以一身疲累的刘邦沉醉于温柔香当中,天天抱着美人美酒作乐。 过了好几天这种奢靡的生活,刘邦愈发感觉到不对劲,就听从张良的话变得自律起来,逐渐远离美色美酒,保持谨小甚微的生活作风。 一个人,取得暂时的成功很简单,而要抵御成功带来的诱惑,那是很难做到的。 这,就划分了人与人之间的层次了。 二,走大运之前,你会经受一次大败。 孙子兵法中有言,投之王帝而后存,至之死帝而后生。 真正有本事的人,哪怕身处于生死存亡之地,也能找到生路,哪怕陷入到无休止的困境当中,也能找到解决之法,苦尽甘来。 要想成就一定的事业,经受一次大败,是不可避免的。 这所谓的大败,不是日常的小挫折,而是让人失去一切的巨大失败。 有一位老板,早年创业,赚了一点钱,就拿去投资餐馆。 没想到市场不景气,餐馆破产倒闭,自己一无所有,还欠了一笔债款。 那时候,这位老板就在思考,是不是自己不适合经商呢? 很快,他否定了这种想法。 硬撑了两年,才熬了过来,后面开了公司,赚了好几桶金。 这一场大败,就是普通人的学费。 在社会这所大学当中混生活,你不交点学费,不吃点苦头,哪能成就更强大的自己呢? 三,有些苦,会整整持续一代人的时间。 有些父母,会以自己的一生,去照亮孩子的前途和未来。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,父母吃苦多了,孩子是否可以少吃点苦头呢? 答案是肯定的。 一代人吃苦多了,另一代人自然就吃苦少了。 就拿买房这件事来说,一代人吃苦买房,那后面一代人基本就比较轻松了。 最艰难的,还是第一代人,因为他们的苦整整持续了一辈子。 自己吃了大苦,换来了走大运的机会。 也许,并不是你自己走大运,而是你的子孙后代走大运。 一点一滴的付出,都会汇集子孙后代。 比如做事业,一代人能够成就的事业终究是有限的。 唯有代代人都付出,这事业才能越做越大,家底才能愈发变得丰厚起来。 无效的苦,最好别吃。 而有效的苦,要尽量多吃。 因为有效的苦难,当中蕴藏机会,可以让你和你的子孙后代闷声发财。 四,让人难耐的寂寞之苦,磨练心性。 有一位老江湖说过,耐得住寂寞,忍得了不幸,那你就能摘取成功的果实了。 耐得住寂寞,真的有那么容易做到吗? 太难了。 耐得住寂寞一天很容易,而耐得住寂寞一年很困难,考验的就是人之间任力。 圈中有一位写小说的网络作家,一开始写小说的时候,各种不适应。 尤其是日更万字,更是让他抓狂,所以他越写越感觉到迷茫。 好在他的妻子很有智慧,一直鼓励他满口称赞,让他有了继续写作下去的动力。 他365天无休,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写完了一本小说,但赚了不少钱。 后来,这人不仅写小说,还写视频文案,业务越来越多,财富也自由了。 他讲了一句话,耐不住寂寞,一切付出都等于零。 耐得住寂寞,以往的付出都会成为你未来繁花似锦的命运恩赐。 做事业,首先要耐得住寂寞。 你把寂寞融入到生命当中,曙光才会照亮你的未来。 以上生肖十二的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才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